社区工商方面,九富盛名的南加州陈县南韩广场购物中心,在中国传统中秋佳节和韩国秋夕节以及越南中秋节等亚洲各国传统节日来临之际,将举办各项庆祝活动及表演,实在向美国民众展示亚洲文化的魅力。 三号晚间的VIP庆祝活动邀请了加州主记长江俊辉,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孙鲁山,美国海外商务署,美国区域总管理查德·斯旺森,河桃市长苏王秀兰等,也有来自中国广东电视台的特别嘉宾,以及各行业各领域的代表和商业精英数百人。 孙鲁山副总领事代表驻洛杉矶中领馆,向在美华人送上节日的祝福。 今年应该说两节叠加,可谓双喜临门,包括洛杉矶节日气氛非常浓厚,我想中秋节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每逢佳节被试清。 我想借此机会,也向我们洛杉矶周边的地区的华人华侨,以及留学生的朋友们,代表总领馆给大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南海岸广场将在10月7日的公众庆祝演出中,展示来自中国、韩国和越南的歌舞表演。 表演者包括韩国流行音乐人安俊成,越南舞蹈团以及加州大学耳湾分校的华人学生乐团。 10月3日至8日期间,以宣传广东传统文化及广东当地人文风景为主题的《魅力广东摄影展》将持续向公众开放。 凤凰卫视钱力涛洛杉矶报道